师徒两人同时想到了天渊 不过 这没见到人之前 苏锦还是提醒了一句 再没有见到 那位宁三夫人之前 切莫果断下定论 凡事都讲究证据以及真相 宁三夫人是否与天渊有关系 还是未知数 楚琳点点头 一脸的受益匪浅 师父放心 我明白 不能凭自己的主观一段 楚琳的态度 苏锦是真的很满意 差不多又过了十几分钟 赵和锦给苏锦发了条消息 说是宁三夫人快到酒店了 她母亲要下楼迎接 苏锦只回了一个好字 赵夫人得了苏锦的同意 便独自进了酒店的电梯 几分钟后 赵夫人就把宁三夫人 领到了他们所在的那一层 宁三夫人诧异地询问 表姐 你不在家里面住着 怎么跑到外面来了 赵夫人叹口气 三言两语说不清 与此同时 苏锦站起身 走过去打开了自己的房门 赵夫人快从苏锦房间路过的时候 瞧见那扇门忽然打开 她脸上骤然多了几分笑意 她急不走过去喊道 苏关主 苏锦冲着赵夫人笑了笑 目光越过她 落在那位宁三夫人的身上 只一眼 苏锦就促紧了眉头 此时 宁三夫人也有些好奇地望着苏锦 表姐喊这位年轻姑娘苏关主 她眼底带着些许疑惑 赵夫人回过头 给宁三夫人介绍 这位苏关主 可是我们赵家的恩人 有些话一时半会儿地说不清 但这位苏关主 真的很厉害 宁三夫人配合地点点头 眼底的疑惑仍旧不减 随后 赵夫人领着宁三夫人进了房间 苏锦在原地顿了几秒钟 抬脚便跟了过去 楚琳好奇地要命 所以这位宁三夫人到底有没有问题 师父的态度 她实在是琢磨不透啊 赵夫瞧见苏锦也跟了过来 连忙请苏锦坐下 态度那叫一个恭敬 这倒是让宁三夫人更加疑惑了 到底是什么身份 能让表姐跟姐夫都如此态度 苏锦淡定地给赵夫使了个眼色 赵夫瞄懂 她扭过头看向宁三夫人 随口问了句 怎么想起来看我跟你姐姐了 我们也没什么事 宁三夫人浅笑着回答 还不是我们家里那位老爷子 今天早上跟我说 你们家好像出了点问题 还说什么 你们在家里面砸宅子拆架 就让我来看看情况 我琢磨着 也确实好多天没看到表姐了 就一个人过来了 没想到 到了庄园 却发现表姐 姐夫以及何锦都不在家 而是跑到外面再住酒店 宁三夫人心里面 疑惑又增添了不少 赵夫暗自思索 这个理由听起来 似乎没什么问题 毕竟圈子就这么大 只要有点风吹草动 很多人都会知道 赵家出了点事 但是具体什么事 外人则不会知晓 赵夫下意识看向苏锦 却见苏锦正皱眉 盯着宁三夫人 赵夫想到 之前苏锦特意询问 宁三夫人的事 她心里面的不安 瞬间多了不少 眼见氛围逐渐变得奇怪 赵夫人有些无措 她看了看自家先生 又看看苏锦 最后又茫然地看了看楚琳 只见他们几人的视线 全都落在了自己表妹身上 赵夫人开始猛了 是又出了什么 她不知道的事情吗 紧接着 她也跟着去看自家表妹 宁三夫人摸不着头脑 小心翼翼地打破了 这尴尬的氛围 请问 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 赵夫尴尬地笑了笑 有没有东西她不知道 她看不出来 她扭头去看苏锦 苏锦眼底一片叹息 那张精致的小脸 竟是浮现几分悲悯 她缓缓站起身 提醒道 宁三夫人没什么事 就早点回去吧 这几天就别外出了 在家好好陪陪女儿 苏锦这句话 落在赵先生与赵夫人两人耳中 就如同晴天霹雳 两人脸色瞬间苍白 在家好好陪陪女儿 这话的意思是 宁三夫人与她女儿 有一个要出事 眼见苏锦要走人 赵夫人身子晃了晃 急忙喊道 苏关主先别走 赵夫人伸手拉着表妹 颤颤巍巍地走到苏锦面前 苏关主 她小心翼翼地喊了一声 苏锦的视线 重新落在宁三夫人身上 宁三夫人很聪慧 表姐如此模样 再加上表姐之前喊的那声苏关主 还有姐夫的态度 似是都在告诉她 这位年纪很轻的小姑娘 视为高人 宁三夫人的脸色 渐渐惨白 赵夫人抓着她的手 说道 苏关主是悬门中人 她的话从不会有假 这句话就像是最后一层窗户纸 瞬间被捅破了 宁三夫人扑通一声 就跪了下去 我不知道姑娘是何来历 姑娘刚才那句话 既是指点 可否只条生路 她好不容易养活的女儿 体弱多病 现在这位苏关主 又说出这样的话 难道她与女儿的母女缘分 真的要尽了吗 苏锦沉默了一会儿 因为有些话 她突然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宁三夫人见她不吭声 只低声道 我这几年一直吃斋念佛 只求这女儿能好好的 我自我没做过什么亏心事 也不是什么恶人 我女儿她 苏锦有些听不下去了 她出声打断了宁三夫人的话 夫人 她声音低低地说道 你虽无辜 可你女儿姓名 宁三夫人无措而又茫然的仰头望着苏锦 眼眶里有眼泪在打转 苏锦继续道 天里昭昭 因果循环 有的人不顾天道因果 非要作恶 逆天而为 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些代价 就是人类常说的报应 而这报应 会在宁家的子孙后代身上显现 让赵家荡替罪羊的人 就是宁家 是已 即便宁家找了赵家荡替罪羊 宁家仍旧躲不过天道 祖辈作恶 殃及子孙 时至今日 宁家也只剩下宁三先生这一脉 可惜 从宁三夫人的面向来看 他们的女儿也要保不住了 已时日无多 宁三夫人愣了几秒钟 忽然痛哭出声 报应 原来宁家这些年灾祸不断 竟是因为报应吗 宁三夫人哽咽出声 整个人的情绪有些崩溃 宁家到底都做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她从不过问宁家的事情 一心只想好好守着女儿 可结果 苏关主却说 这些因果与宁家有关系 宁三夫人正在原地 说不出这会儿的心情是恨还是悲痛 又或者 两者皆有 赵夫在一旁隐约猜测出了一些东西 但她现在也需要缓一缓 看来害赵家的人 很可能就是宁家 赵夫心情复杂 眼底便不怒意 他们赵家与宁家一直无冤无仇 虽说平时不怎么打交道 但宁三夫人与自家夫人的关系 在那搁着 两家也没出过争执什么的 可谓是井水不犯河水 怎么事情就成了这样呢 看赵家发生的这些事 不知道的 还以为有什么深仇大恨 宁三夫人好一会儿 才勉强调整了一下情绪 她红着眼 小心翼翼地询问苏锦 敢问苏关主 我女儿 真的没救了吗 苏锦淡淡地望着宁三夫人 宁三夫人这一生 本应顺风顺水 子孙满堂 却偏偏嫁进了宁家 自此 福分终止 余生孤苦 虚余 苏锦叹息一声 扭过头看向别处 宁三夫人 早点回去吧 别在外面耽误时间了 宁三夫人 眼底紧盛的光 一点点消失 她垂下头 轻声道了巨蟹 谢谢苏关主 出现这种情况 谁都没想到 楚琳急忙走过去 扶着宁三夫人 我让人送您回去 宁三夫人摇摇头 整个人好像都染上了 浓郁的悲伤 赵夫人回过神 心情复杂地走过去 想亲自送表妹回宁家 却被赵夫拽了一把 赵夫低声道 你不能去宁家 赵夫人不明所以 下意识看向苏锦 电光火时间 赵夫人恍惚间明白了什么 她不可置信地 回头望着赵夫 你是说 赵夫没吭声 事先落在别处 她说道 你可以去安慰她 但只能 送她到酒店门口 切不可跟她一起离开 虽说从苏关主的 那几句话来看 这宁三夫人无辜 可要是万一 要是送她回宁家的时候 被宁家的某些坏人 瞧见了 那岂不是自己送上门 羊入虎口 谁知道宁家 现在会不会再对他们下手 这种时候 不能冒险 赵夫人身子颤了颤 她悲痛地跑出去 追赶自家表妹 若是赵家的事 真的跟宁家有关系 那以后 她与表妹又该如何相处 而且 就连唯一的女儿 也时日无多 她好好的表妹 怎么就要 落到这样的境地呢 两人进了电梯 宁三夫人忽然问道 了解 那位苏关主的实力 赵夫人神情复杂地回她 赵家出了点事 多亏了苏关主帮忙 她是赵家的大恩人 实力比三清官的道长 还要厉害 宁三夫人亮呛了一下 这样吗 实力那么厉害 却也无法救她的女儿 难道要她眼睁睁 看着女儿离开她吗 赵夫人见表妹脸色不太好 精神状态也明显有问题 实在是很不放心 让她单独离开 正琢磨着 出电梯的时候 就看到了在外面 等着的陆芝宁 陆芝宁朝着他们走近 直接道 楚琳让我安排人 送宁三夫人回去 赵夫人请放心 赵夫人心里一暖 楚道长果真贴心 多亏了苏关主教导有方 宁三夫人失魂落魄地上了车 赵夫人站在酒店门口 心中就像是有着无限悲伤一般 宁家的小丫头 年纪上小 甚至还没好好感受一下这个世界 与此同时 酒店的房间里 赵夫神色正重 苏关主 宁家是不是就是对赵家下毒手的人 苏锦毫不犹豫地点头 是 就是宁家 宁家的发展过快 明显有问题 想来是用了不该用的法子 在宁家无法接受后果之时 又用禁术一花接木 将其移到你们赵家身上 只是 终究瞒不过天道 苏锦摇头叹息 倒是苦了这宁三夫人 与他的女儿 至于宁家都做了什么事 依据目前的线索来判断 首先就是逆天为 强行逆转宁家的气域 使其繁荣昌盛 然后便是对赵家下毒手 害了赵家 除此之外 苏锦估摸着 宁家还做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 不然不会引来如此严重的因果 赵夫最后还是忍不住 问了一句宁三夫人的女儿 苏关主 那个孩子 当真就没救了吗 苏锦没有给他确切的答案 只说道 将他的生辰八字 姓名给我 赵夫恍惚道 我不是很清楚 我夫人应该知道 几分钟后 赵夫人回来 苏锦直接问道 夫人可知晓 宁三夫人女儿的生辰八字 赵夫人下意识点点头 知道 恍惚了几秒钟 赵夫人眼底闪现亮光 苏关主 是不是有办法了 苏锦摇头 赵夫人 宁家涉及的是因果 是天道给的惩罚 这不是我能解决的 我能做的 只是为那位无辜之人算一算命 看看天道是否为他留有活路 若是留有活路 自是最好不过 若是不留活路 苏锦抿了抿唇 要了生辰八字之后 静止离开 赵夫人站在那 眼泪啪哒啪哒地掉落 赵夫看不下去 提醒了一句 你哭什么 这都是宁家自己做的孽 孩子是无辜 可那些被宁家害了的人 又何其不无辜 苏锦回去之后 直接就将房门紧紧关上了 他望着宁小姐的生辰八字 陷入沉思 很快又拿出铜钱 为其补了一挂 结果显而易见 是个死局 无解 苏锦皱了皱眉 他将铜钱重新放回手中 然后闭上眼 开始跟祖师爷唠嗑 祖师爷 宁家的其他人 我虽然没见过 但我知道 宁家肯定做了十恶不赦的事 只是祖师爷 宁三夫人的女儿 终究是最无辜的那个 宁三夫人嫁进宁家二十年 早已与宁家有了很深的羁绊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但他女儿来到这世间之时 可不曾有选择的机会 祖师爷 质子无辜 还望垂帘 苏锦跟祖师爷唠嗑唠了一会儿 远在清城的方之鹤 正在打扫玄清罐 呼的察觉 身后有一道清脆的响声 他诧异地回过头 然后就看到了 不知何时倒下的祖师爷排位 方之鹤愣了一秒钟 连忙上前 一边将祖师爷扶好 一边跟祖师爷请罪 祖师爷见谅 实在是今天处理了一些事 打扫玄清罐的时间 就晚了一些 话音刚落 祖师爷的排位 啪记一下 又到了 方之鹤 完了 祖师爷闹脾气了 方之鹤急忙跟自家师傅 发来的语音 正等着祖师爷提点的苏锦 听到手机响了一下 打开一看 发现是方之鹤发来的 苏锦点开语音 竟是经文祖师爷闹脾气 苏锦顿时就笑了 阿锦多谢祖师爷 虽然祖师爷气的排位都到了 但是 到了就代表 这是真的有转机 要是真的没有生路 祖师爷别说生气了 压根都不会搭理他 会直接当作 没听到他的闹客 苏锦眼底沾染了几分笑意 他将手中的铜钱 再次扔到桌面上 从对应的生辰八字来看 虽然依旧是和刚才一样的死局 但这次 死局之中 存了一条生路 也就意味着 此事有转机 或许 宁三夫人的女儿 宁小姐能活下来 苏锦给方之鹤回了一条消息 傻徒弟 祖师爷不是生你的气 是跟我闹脾气呢 你帮为师给祖师爷上三炷香 好好地谢一谢祖师爷 方之鹤收到师父的回复 不禁松了口气 他还以为是自己得罪了祖师爷呢 原来是这样 有师父扛着 他瞬间就不担忧了 宁三夫人被送回宁家 仍旧有些失魂落魄 直到他进了家门 在长王上遇见宁老爷子 也就是宁三先生的父亲 宁老爷子看了他一眼 这我没问到 你看看 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还有宁家夫人的模样吗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让你如此魂不守舍 不知道的 还以为遇到了什么大事 老爷子不悦地说道 他给尔西透露赵家的事 是想让他去赵家看看 他也可以趁机 从他嘴里套出来一些话 探听一下赵家现在的情况 却不想 而媳妇回来 就成了这副模样 老爷子心中很是不喜 一想到这几年 他成天在房间里吃斋念佛 也不帮宁家做些事 老爷子更不高兴了 宁三夫人这会儿 终于清醒了不少 他抬头望着宁老爷子 宁家这些年的情况 他虽然不知道具体的 但最基本的情况 还是知道的 事业繁荣昌盛 愣是发展的极其快速 甚至有些合作 他也听自家先生嘀咕过 有的生意就像是 天上掉馅饼似的 不用怎么争取 就能落到宁家身上 可是真有这种好事吗 一次两次 甚至是好多次 事业上的发展 就像是犹如神柱一般 可宁家的生活 却与事业相反 简直是一团糟 苏锦的话在他耳边回响 宁三夫人的眼神里 突然就多了探究 爸 他突然喊了一声 宁老爷子对上他的眼神 险些吓了一跳 突然喊我做什么 我有说错吗 宁家现在 就你这么一个夫人 有时间别光顾着吃斋念佛 多想想宁家的未来 最好再想想 如何开支散叶 说到最后一句 老爷子的脸色有些不对劲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的意思是 虽然你年纪大了 但是 还有别的年轻姑娘 可以 宁老爷子叹口气 我知道我这种想法 会委屈了你 但是老三到现在都没有继承人 将来宁家的基业 难道要交到外人手里吗 你有时间 也替我劝劝老三 每次我一提这事 他就跟我吵 子嗣的问题 一直是老爷子的心结 可是 儿子不同意他的提议 他能怎么办 宁三夫人望着老爷子 脸上渐渐多了几分讽刺 你一直惦记着子嗣 想再抱一个孙子 可你怎么不想想 宁家为什么会子嗣单薄 为什么时至今日 连一个孩子都保不住呢 儿媳突然质问 宁老爷子当场就梦了 你在说什么呢 他脸色骤然变冷 想到他是去了赵家 然后才变成现在这样 老爷子忽然心惊 难道他从赵家那 听到了什么消息 宁三夫人往前走了一步 逼近老爷子 他眼底带着幽暗 就连声音都变得有些不对劲 爸 你听说过报应吗 轻飘飘一句话 直接就把老爷子 吓得愣在了原地 几秒钟后 老爷子捂着小心脏 扶着门框 慢慢往下倒 宁三夫人看着他的变化 忍不住冷笑出声 他喃喃自语 又似是讥讽 看来 老爷子你真的做了不少坏事 我不过随口说一句报应 你就吓成了这样 他脚步亮腔着离开 朝着女儿的住处奔去 他的身后 老爷子已经瘫倒在地上 但他不曾回头看一眼 老爷子费力地抬起手 敲击着门框 附近的庸人 听到声音不对劲 连忙赶了过来 紧接着 庸人便急忙拨打急救电话 老爷子身体一直很好 平时也都是老爷子 跟宁三先生 处理宁家的事 现在宁老爷子出了事 宁三先生又不在家 三夫人闭门不出 宁家很快就乱了套 而这些 都已经跟宁三夫人没了关系 他眼里只剩下他可怜的女儿 待宁三先生回到宁家时 已经是晚上 他一回到宁家 便直奔夫人居住的小院子 那是为了给女儿养病 特意收拾出来的 地方安静 阳光又好 若是以往 他定是笑着走进去 只是今晚 他走进去的时候 脸色很不好看 一进门他便问道 夫人 我有话问你 宁三夫人听到他的声音 连的眼神也没给他 只轻声安抚女儿 乖 妈妈要跟爸爸说几句话 早点睡觉 被窝里的孩子 脸色苍白地点了点头 他没什么惊气神 整个人看起来很虚弱 宁三夫人又细心地 掖了掖背脚 才一步三回头地走到门外 他轻手轻脚地关上房门 这才慢吞吞地回过头 看着自己的丈夫 温柔的眉眼 刹那间变得冷漠无情 有时快说 别耽误我照顾女儿 宁三先生被自家夫人的态度 惊了一下 夫人向来温婉 今晚的态度 却格外地不对劲 就连他要质问的话 也没能立刻问出来 直到宁三夫人 不耐烦地喊了他一声 宁建渊 没事别浪费我的时间 闻言 宁建渊回过神 他神色不太高兴地望着他 夫人 你到底与父亲说了什么 他在医院到现在还没醒 宁家的庸人 说是夫人与老爷子 说了几句话 然后老爷子就昏倒了 至于谈论了什么 庸人并不知晓 现在知道具体情况的 只有他 他在医院里待了一会儿 便又急匆匆地赶了回来 宁三夫人听到宁建渊 宁建渊问老爷子的事 冷漠的神色瞬间染上了讥讽 他和以前一样 与我谈论子嗣的事 只不过这一次 我问了他一句 有没有听说过报应 然后 他就昏倒了 他平静地说了一下情况 呼得 他冲着宁建渊诡异地笑了笑 你说 爸的身体一向很好 怎么我一提到报应 他就吓成了那样呢 宁建渊脚步亮呛了一下 险些摔倒 他下意识扶住门框 眼底的神色变幻莫测 宁三夫人看到他如此反应 那颗心突然就凉了大半 从宁建渊的反应来看 分明就是知道老爷子做过什么 说不定 他也参与其中了 宁三夫人闭了闭眼 无限悲伤 在他胸腔中蔓延 宁建渊 你知道吗 我今天遇见了一位很厉害的大师 他跟我说 有的人作恶多端 会报应在子孙后代身上 所以 宁家一直子嗣单薄 话音刚落下 宁建渊回过神 脸色难看地呵斥出声 玉科 这世上哪来的大师 大多都是江湖骗子 你不要听别人装神弄鬼地说了几句 就开始在家里胡言乱语 我们宁家在京城 好歹也是有名的豪门 若是有人打听一下情况 再到你面前故弄玄虚 你很容易就会受骗 那些人就是为了骗钱 故意忽悠你 宁建渊无奈地安抚他 然而 宁三夫人却摇了摇头 他没有骗我的钱 他让我早点回家 不要耽误时间 让我好好守在女儿身边 他还说 我的女儿时日无多 说到最后 宁三夫人哽咽到了极点 宁建渊脸色一变 双手落在他的肩膀上 小声安抚 宁科 我们的女儿会好好的 宁三夫人一把将宁建渊推开 我不是傻子 我这些年虽然不知道宁家做过什么 可当我提到报应的时候 你们父子俩的反应 如出一辙 宁建渊 你们就是 做了伤天害理的事 才会报应到我女儿身上 你口口声声 说我被骗 可你敢对天发誓 宁家真的清白吗 若是真的清白无辜 宁家又怎会接连出事 你大哥 你二哥 还有你大嫂肚子里 那个未出事的孩子 时至今日 宁家连一个孙女都保不住 你到底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 宁三夫人隐隐有些崩溃 她本以为自己的情绪已经控制住了 可这一刻 她突然发现 自己多年来的枕边人 很陌生很陌生 宁建渊无措地想解释 却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解释 我 我 我爸他做过的事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有事瞒着我 他从来不告诉我 宁建渊不敢看他的眼睛 自己一时神色飘忽 宁三夫人冷笑了一声 你说谎 这种谎话 你自己相信吗 你说的时候 甚至不敢看着我 宁建渊 我后悔了 后悔嫁给他 后悔卷进宁家 这个漩涡 宁建渊也有些难过 玉科 你别这样 不管发生什么 我们都可以一起面对 何况 我们的女儿不是好好的吗 你就是被那个骗子吓到了 宁三夫人甩开他 转身回了房间 动作干脆利落地 将宁建渊关在了门外 他走到女儿的床前 小心翼翼地望着熟睡的女儿 他现在 只希望可以多陪陪女儿 宁建渊在门外站了一会儿 几分钟后 他的手机响了 说是老爷子醒了 他没犹豫 急匆匆地赶去了医院 正好他有很多事 要问问自家父亲 这一晚 宁家可谓是风波不断 宁建渊去了医院以后 跟老爷子在病房里吵了一架 然后老爷子又被气昏了 又进了一次急救室 而宁建渊 坐在医院的走廊里 脸色苍白 整个人失魂落魄 前些年的时候 他确实不知道宁家有问题 但是随着宁家渐渐崛起 便感觉到了不对劲 有些生意 就像是天上掉馅饼 不管什么合作 都无比地顺利 甚至别人争破头的生意 也能不费吹灰之力 落在宁家的头上 就连自家的死对头 有时也会出现各种问题 他一开始 还会跟自家夫人 提起这种情况 后来 他便不敢再提及 因为他能感觉到 宁家的发展很不对劲 而这份顺利 他也猜到了 跟自己父亲有关系 他试着探听消息 试着查询自己父亲的人脉 但都毫无线索 直到后来 他发现宁家 每个月都有很大一笔支出 资金流向不明 但时间却十分固定 他去问父亲的时候 也没能得到具体的答案 只让他不许管 不许插手 父亲的态度过于诡异 可惜 不管他怎么探听 都找不到线索 父亲手口如瓶 更格外谨慎 不留一丝痕迹 这让他隐约猜到 父亲做的不是什么好事 直到穆家出事 他发现穆家的资金 曾从宁家的账户过了一遍 他那时候才意识到 父亲的背后 可能有着更可怕的真相 作为儿子 他选择了沉默 选择了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而现在 父亲却告诉他 报应要来了 宁建渊痛苦地 捂住自己的脸 那句话就像一个魔咒似的 一直在他耳边回响 要是他很久之前 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 态度坚决一些 会不会就不是现在这种境点 次日 宁家老爷子住院的消息 传到了赵父耳中 赵父又把这事跟苏锦说了一下 苏锦神色淡淡 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见赵父心绪不宁 苏锦便提醒了一句 赵先生 莫担忧 莫多想 事情到了现在这种境点 宁家也差不多要到头了 即便宁家背后有天渊撑腰 可一旦真相被揭开 天渊也只会选择放弃宁家 而不是想办法保住宁家 不管是惯 还是宁家 对于天渊来说 都只是一颗棋子 棋子失去作用 就会被无情抛弃 中午的时候 赵夫人突然急匆匆地跑过来找苏锦 苏关主 宁家的那个孩子 情况怕是不好了 刚才他表妹打来电话 话还没说出来便开始哭个不停 苏锦叹口气 既然天道给了一条生路 那我就走一趟 苏锦转头看向赵夫人 我没去过宁家 麻烦你带路吧 赵夫有些担忧 苏关主 我可以一起吗 楚琳也在后面眼巴巴地望着苏锦 苏锦沉默了一瞬 他的顺衣服 好像带不了那么多人 他思索一番后 出声道 我先带赵先生过去 你们要是想去 就开车过去吧 万一宁家再扯出来什么事 还是赵先生在那比较合适 赵夫人还是跟着楚琳吧 赵夫人愣了一下 对苏锦的决定有些疑惑 却没说什么 他不放心地看了眼赵伟燕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别冲动 赵先生应了一声 有苏关主在 他能做什么 难道他还能拿刀子捅了您家的人吗 他很真爱生命的好吗 才不会为了不值得的人 把自己搭进去 苏锦走的时候 又跟赵夫人说了一句 你现在给您三夫人打个电话 随后 苏锦带着赵夫 直接来到了您家门外 赵夫有些疑惑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进去 苏锦看他一眼 无奈道 我不知道您三夫人 住在您家的哪个位置 所以 就算进了您家 他也还得找人带路 至于赵夫 他估摸着 他也不知道您三夫人住在哪 还是在门口老师等着吧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您夫人便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 他一看到苏锦 就像是看到了救星似的 苏关主 求你救救我女儿 话音刚落下 您三夫人便亮呛了一下 腿一软 差点摔倒在地 苏锦从容地伸出手扶住她 夫人 带我去看看她吧 好 您三夫人顾不上其他 拉着苏锦 就要往里面跑 苏锦摇摇头 将手搭在您三夫人的肩膀上 别着急 你闭上眼睛 然后想一下你女儿的住处 闻言 您三夫人闭眼 依照苏锦的意思来做 几秒钟之后 苏锦提醒道 睁眼吧 您三夫人睁开眼 便发现自己和苏关主 已经出现在了女儿的房间里面 她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苏 苏关主果真是高人 苏锦淡淡地望着床上 虚弱不堪的孩子 此刻 她的周身便不死气 夫人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苏锦随口问了一句 您三夫人愣了一下 回道 预科 我叫齐预科 苏锦走到床边 抬手附在孩子的额头上 淡淡的金光注入她的体内 聚拢在周身的死气 渐渐散开了些许 但仍旧不曾减少 苏锦认真道 夫人可曾想过 这孩子跟你姓齐 倒也不错 齐悦这个名字 听起来可比宁月好听多了 宁三夫人恍惚了几秒 很快就反映过来苏锦的意思 她扑通一声跪下 毫不犹豫地给苏锦磕头 谢谢苏关主 谢谢苏关主指点 苏锦望着宁月 渐渐红润了些许的小脸 缓缓收回手 她道 接下来 你女儿会好好睡一觉 做个好梦 不过 有些话还是要说清楚的 苏锦转头看向宁三夫人 直言道 夫人 我把话说在前头 天道虽给了生机 但不代表以后 也能顺风顺水 以后的路 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给你指的这条路 只是保她度过 即将来临的死劫 以后如何 便是你们母女的事了 能得苏关主指点 我已不敢再有别的奢求 苏关主的大恩大德 我其余颗永世难忘 能保住女儿的命 她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这已是天道开恩 苏锦诞生道 夫人切记 余生莫贪图 多做好事 结善缘 宁家欠下的债 自有宁家的人来还 你要做的 便是与宁家彻底断绝关系 祖谱除名 告知宁家祖先 从此 宁月再不是宁家的人 与宁家再无瓜葛 好 我这就与宁建渊离婚 撇清关系 其余颗正重道 然而话音才落下 宁建渊就闯了进来 他正好把这句话 听了个清清楚楚 宁建渊不可置信地 看着自家夫人 玉科 你刚刚说什么 其余颗转过头 态度坚决 我说 我要跟你离婚 带女儿离开 以后我和女儿 跟你们宁家再无关系 宁建渊一时之间 悲愤交加 而又痛苦不已 他知道女儿情况不好以后 便急忙赶了回来 哪想到 刚进门就听到这样的话 这可真是在他心口 狠狠捅了一刀 紧接着 宁家的老爷子也走了进来 他拄着拐杖 气色看起来不是太好 明显是跟宁建渊一起赶回来的 他的身后 还有一个被苏锦 遗忘在宁家门外的赵妇 赵妇一进门 便匆匆走到苏锦身边 宁老爷子的视线 直接落在苏锦身上 两人对视一眼后 老爷子转头看着奇遇科 离婚 我不同意 你进了我宁家的门 就是我宁家的人 死了也是宁家的鬼 奇遇科脸色一变 他看着老爷子的时候 眼底满是狠意 要不是你作恶多端 怎么会报应在我女儿身上 现在 你还想断绝我女儿唯一的生路 你信不信我跟你拼了 他垂在身侧的双手紧握成拳 眼底竟是有杀意涌现 为了女儿的活络 他现在什么都做得出来 苏锦叹息一声 抬手落在奇遇科肩上 夫人冷静 让我来跟这位老爷子谈一谈 他目光冷漠地望着宁老爷子 眼神之中满是看透人心的锐利 老爷子被苏锦锐利的眼神 看得下意识一开视线 他镇定道 你以为你是谁 你想跟我谈一谈 难道我就真的会把时间浪费在你身上吗 话落 老爷子便看向宁建渊 直接吼道 你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点把这个骗子赶出去 再不赶出去 怕是整个宁家都要被搅得鸡犬不宁 奇遇科跟着出声 不 苏关主不是骗子 听到苏关主这个称呼 老爷子转头多看了苏锦一眼 苏锦眼底一出笑意 宁老爷子 请允许我做个介绍 我叫苏锦 是玄亲冠冠主 老爷子的身体明显一僵 苏 苏锦 他回过神 立马不耐烦地说道 什么苏关主 玄亲冠 跟我宁家有什么关系 我宁家向来不信这些 苏锦也不恼怒 继续说 没关系 怪我不够出名 所以老爷子 不知道我是谁 既然如此 那我再说得明白一些 白云冠的那位白关主 栽到了我的手上 距离赵家没多远的那栋小洋房 也是我动的手 苏锦一字一句地说着 明明声音听起来很平静 却莫名地带着几分威压 他定定地望着宁老爷子问道 现在 老爷子要跟我谈谈吗 尾音平添凉薄 落在老爷子耳中 整个人又是不受控制地 打了个颤 老爷子抬眸看看齐玉科 又看了看宁建渊 最后叹息一声 好 我们出去谈 赵副根在苏锦身后 小声道 苏关主 会不会有危险 苏锦笑了笑 就算有危险 那也是宁家先出事 丢下这句话 他抬脚走了出去 宁建渊与齐玉科夫妻两人 再度陷入争执 离婚一事 宁建渊仍旧不同意 玉科 要是我错了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 就算父亲的事 我有所隐瞒 你也不能说离婚就离婚啊 难道我们的夫妻情分在你眼里 什么都算不上吗 齐玉科懒得搭理他 夫妻情分 我女儿都快没命了 还要什么夫妻情分 赵副站在一旁 有些尴尬 虚余于 他提醒道 您三夫人 有些事 您先生可能不太清楚后果 你慢慢跟他说 相信他会理解 说完这话 赵副也走了出去 人家夫妻的事 他可不能瞎掺和 不过 宁建渊与齐玉科的感情 确实不错 想当初 两人两情相悦 而后越过重重障碍 才走到了一起 只是可惜啊 最后还是成了这样 老爷子站着外面的走廊上 故作不解地询问 苏关竹想跟我聊什么 聊我孙女的事情吗 我想聊什么 老爷子心里不是很清楚吗 苏景眼底 竟是看透人心的锐利 仿佛一切邪恶在他眼中 均无所遁形 老爷子沉默了一瞬 在他听到苏关竹那个称呼的时候 他就意识到 眼前看起来年纪轻轻的小姑娘 就是使者三番两次 都没能杀死的人 也是救了赵家 逼得他不得不面对报应的那个人 但他不能承认 他也不会承认 老爷子打定了主意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苏景的目光 轻飘飘地扫了一眼宁家 宁老爷子 这事业繁荣昌盛的滋味 确实不错吧 能在短短时间内 位列四大世家之一 宁家确实厉害 若是运气好 说不定还能成为传奇 说到这儿 苏景画风一转 只是可惜 宁家逆天而为 与邪恶为伍 终究要付出代价 你说 你哪天离开了这世间 而宁家又只剩下宁三先生一人 到时 宁家的基业又会如何呢 他一人之力 真的能保得住宁家吗 老爷子眼神微变 宁家的事 就不用苏关主关心了 这种情况他当然考虑过 子嗣的问题 他也一直在发愁 可他能怎么办 眼见着赵家的几个人 到现在都没出事 好不容易请来了使者帮忙 哪想到 半路里又杀出来一个苏景 老爷子瞧着苏景的眼神 都多了不少恨意 要不是苏景冒出来横插一脚 说不定现在赵家的人 都已经去见阎王爷了 那时 他们使用的禁术 也能增添一些胜算 宁家也可以平安无事 说来说去 可不就是因为苏景 老爷子眼底的恨意 逐渐浓郁 苏景转过头 恰好将老爷子的眼神 禁术收入眼底 老爷子也没来得及掩饰 苏景没有生气 反而笑出了声 愚昧无知 这是 他对宁老爷子的评价 你以为没有我插手 你们宁家就能躲得过报应吗 若是真能躲得过英国 为何在你们用了禁术以后 宁家还是子嗣单薄 宁老爷子顿时无比震惊 禁术这么隐蔽的事情 他知道了 他居然知道了 苏景继续说 宁家本是一个普通豪门 而你却与天渊合作 窃取别家的运输 从而让宁家改变命运 你可知道 你从一开始就错了 你以天而为是错 与天渊合作 更是错上加错 成为天渊的走狗 为了所谓的财富 铲除对手 为了让宁家避开因果 又害了赵家 你这些行为 加在一起 成功地惹怒了天道 作恶多端 阳极子孙 这一切都是因你而起 那些因你一己之私 丢了性命的人 十根手指头都数不过来吧 你午夜梦回之时 就不害怕他们来找你吗 苏景的声音渐渐凌厉 老爷子的身子 不受控制地倒下去 他捂着小心脏 另一只手颤颤巍巍地指着苏景 你 你胡说 苏景冷哼一声 赵先生 给您老爷子打个急救电话 碰瓷我们 赵伟燕打完电话 便走到老爷子身前 我赵家与你们无冤无仇 为什么选我们赵家当替死鬼 你们宁家的人命是命 我赵家的人 难道就该死吗 赵伟燕立声质问 眼底便不怒意 赵家何其无辜 老爷子转过头 像是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苏景不疾不虚地扔出去 一道真言符 对付这种普通人 真言符的效果 还是很不错的 下一秒 就听您老爷子避避 方家落魄了 原家暂时不能动 神尊自由打算 陆家发展极好 将来可以直接吞掉 而你们赵家 利用价值远远比不上 他们两家 刚好可以用来当替死鬼 宁老爷子猛地瞪大了眼 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之后 他匆匆捂住嘴 眼神惊恐地望着苏景 你这祸害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用了什么妖术 苏景冷笑 你自愿坦白 与我有什么关系 赵伟燕被宁老爷子 那句过于理直气壮的话 气得差点暴怒 合着原家 陆家 赵家 一个都没跑掉 都被算计了 赵伟燕还想再问几句 却被苏景喊了一声 赵先生 我有比较重要的问题要问他 好 赵伟燕退开 给苏景让位置 苏景直接开门见山地问他 天渊想对原家做什么 或者更准确地来说 天渊想对原景做什么 宁老爷子捂住嘴 不愿意回答 可惜 他哪里能敌得过真言符的力量 原家的事 我怎么知道 我知道的这些 还是当初使者不小心说漏嘴 我 你休想从我嘴里套话 苏景继续追问 陆家之前遭遇的那些事 也都是天渊算计的吧 宁老爷子眼睛心红 他一边抗拒 一边又不得不回答苏景的问题 陆家钱多 但是陆家的人没有过多的破绽 无法让陆家服从天渊 既然不能收服 那就毁了他们 取而代之 苏景哼笑一声 他之前就说 陆家与原家背后的事 是同一幕后主使 如今从这套出的话来看 这四大世家 分明早就被天渊算计了 幕后黑手 也都是天渊 苏景嫌弃极了 看来你们宁家赚的钱 还是不够多 不然怎么有了 宁家这个提款机以后 他们还要基于陆家呢 那眼神刺痛了宁老爷子 你胡说 宁家才不是天渊的提款机 我是心甘情愿的 我心甘情愿 将一部分资金送给神尊 支持天渊 神尊连我 自是不舍地 让我宁家送出全部资金 而陆家 那就是一个大型金库 一旦得手 就可以随意取用 苏景摇摇头 精致的小脸上 写满了不赞同 苏景扫了一眼宁家的院子 我猜 你口中所说的那位使者 已经放弃宁家了 没有 使者没有放弃我 他不会放弃我 宁老爷子开口反驳 声音有些急切 我为天渊提供了 那么多年的资金 早就与天渊是一体 他们不会放弃我 我警告你 你不要再胡说八道 宁老爷子的情绪 渐渐变得不对劲 苏景直言道 我进宁家的时候 就察觉到宁家的阵法 全都被撤了下去 除此之外 就连与天渊有关的 任何气息也都没有 老爷子 你活了那么多年 该不会以为 这是那位使者在帮你们吧 这分明就是 放弃了你们宁家 不想与宁家再有任何的牵扯 他们害怕 我顺着 你这条线索 再查到蛛丝马迹 所以 才与宁家断得干干净净 不留多余的痕迹 宁老爷子情绪崩溃 直接就弃婚了 苏景后退一步 看向赵妇 其实 他也不一定是被我弃婚的 也可能是觉得自己 被天渊这个渣男 欺骗了金钱与感情 赵伟燕配合的点点头 苏关主说的有道理 眼见老爷子昏了过去 赵伟燕又把宁建渊喊了出来 宁建渊与其遇科一起走了出来 他看了看赵妇 又看看苏景 最后弯腰道歉 赵先生 对不起 赵伟燕态度坚定 抱歉 你的道歉 我不接受 他扭头走回苏景身边 苏景看着宁建渊眉语间 忽然闪现的死气 他眼神微闪 离婚的事 你们商量出结果了吗 苏景随口问道 宁建渊缓缓缓回话 商量好了 这就离婚 是我对不起预科和院 刚刚父亲与苏关主他们的对话 他都听到了 虽说他仍旧不知道具体的 但那些对话 足以说明 父亲做了天怒人怨的事 而他 明明知道父亲走错了路 却没有阻止 甚至是纵容 还有父亲给那个什么天怨提供的资金 他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管怎么算 他都是帮凶 父亲的事 牵涉太多 再加上苏关主说的殃及子孙 大概他们母子与宁家断绝关系 是如今最好的选择 苏景走之前 又叮嘱了齐玉科一句 事情尽快解决 对你 对你女儿 都有好处 宁建渊眼神晦暗 他不敢再耽误时间 既如此 那就尽快离婚 他回过头 有些悲痛地望着齐玉科 对不起 齐玉科摇摇头 我不需要你的道歉 以后 做人别再这么糊涂 苏景带着赵伟燕离开宁家 两人走出去的时候 赵伟燕提醒了一句 苏关主 你还没收报酬呢 苏景看口气 哎 宁家的钱不干净 不能要 以后有时间了 再找齐玉科要报酬吧 对了 那位宁三先生 赵伟燕有些好奇 但欲言又止 他不知道该不该问 宁家老爷子 肯定没有好下场 那么 宁建渊呢 苏景头也没回地说道 他没多长时间可活了 宁老爷子铲除对手的时候 手上沾了不少的血 各种因果交织 不会有好下场 而宁建渊 看似糊涂 但你以为他真的不知道 其中的问题吗 不过是选择了装糊涂而已 宁家那些突然出事的对手 死对头 看似毫无规律可言 实际上 皆是有迹可循 宁建渊不可能猜不出来 与宁家有关系 所以 他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这诺大的宁家 数来数去 也只有齐玉科母女 稍显无辜 但齐玉科在宁家享受了 多年荣华富贵 脱离宁家以后 也总要付出些代价 因果循环 从来都没人能逃得掉 赵伟燕叹息一声 心情仍旧有些复杂 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好吗 何必非要强求 不属于自己的 而且 还用歪门邪道的法子 苏锦与赵伟燕两人 刚走出宁家 就见宁家门口停了两辆车 从车上走下来的 正是赵夫人 以及楚玲等人 后面跟过来的一辆 则是陆志宁跟袁景 楚玲一看到苏锦出来 立马就冲了过去 不是吧不是吧 我来晚了 苏锦脸上浮现浅浅的笑意 嗯 来晚了 宁家的事 都快结束了 楚玲 这么精彩的好戏 她错过了 她可是以最快的速度赶了过来 没想到 还是晚了一步 楚玲忧伤的一批 好难过 好心动 说到底 别说四个车咕噜 就算是四十个 也没她师父的顺衣服跑得快 赵夫人看向赵夫 表妹她还好吗 赵夫简单地说了一下情况 至于其他的 不方便在宁家大门口细说 于是 一行人 刚下车又被迫上车 楚玲默默地跟在苏锦后面 她要听师父说一下过程 她要长经验 没能亲眼见到 总要听一听 发生了什么 苏锦看了眼元景 还有陆之宁 说道 一起吧 正好有事跟你们说 陆之宁很快就意识到这话的意思 难道宁家的事 跟他们也有牵扯 她与元景对视一眼 元景神色淡定地上车 苏锦沉思了一瞬 便把事情大概说了一遍 所谓的四大世家 早就被天渊盯上了 赵家是宁家的替死鬼 陆家则被天渊看上 试图吞噬 至于元家 我估摸着跟元景有关系 苏锦望着元景 意犹所指 元景身上的紫气 估计是被天渊觊觎了 陆之宁在一旁 忍不住直呼好家伙 这个天渊也太可怕了吧 这是把他们陆家 元家 赵家 当成了大白菜 想扔掉就扔掉 想灭掉就灭掉 陆之宁忍不住抱了句粗口 苏锦继续分析 之前陆家的事 既然与天渊有关系 那天渊的人 肯定不会亲一把手 他琢磨着 天渊很可能 还会对陆家下手 只不过现在 陆家的人 已经接连出了事 不知道天渊 是否还会从陆家 挑选下一个目标 之前针对陆之宁 陆昭和 陆昭义 这些事都被他解决了 呼得 苏锦灵光一闪 他猛地看向陆之宁 眼底闪着光 这种眼神 陆之宁十分熟悉 他下意识咽了咽口水 小声道 苏 苏关主 是我们陆家又要出事了吗 这眼神 可不就是在看大飞扬 苏锦有些不好意思 其实也不是 我就是忽然想到 赵家庄园里面 有那么多脏东西 也不知道你们陆家 有没有被动过手脚 毕竟 陆家近年来 确实也有点倒霉 陆之宁猛然想到 在赵家拆过的那些东西 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 默默地抱住了楚琳的胳膊 苏 苏苏苏 罐主 你什么时候去我家看看 陆之宁吓得说话 都变得结巴了 陆之宁眉心闪了闪 若是如此算来 说不准袁家 也被动了手脚 此刻 袁景只觉得 事情超出了他的想象 天渊的势力 远比他们想象中的 还要恐怖 之前他们曾分析过 天渊这样的组织 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撑 现在看来 宁家就是提供资金的一环 但从天渊毫不犹豫 放弃宁家来分析 或许宁家在资金提供之中 只占据了很小很小的比例 很可能 还有别的豪门 在悄悄为天渊提供资金 苏锦的想法 与袁景的想法差不多 有一个宁家 就会有另一个宁家 天渊完全可以利用相同的手段 迷惑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为他们提供资金 至今 天渊也只是 仅仅暴露了一个宁家 跟一个白云罐而已 苏锦眼底闪烁着冷意与坚决 既然来日方长 那就慢慢来呗 陆志宁刚刚问的话 没人搭理他 见苏锦与袁景都在沉思 他也不敢打扰 过了一会儿 苏锦出声道 等明天我把赵家祖坟的事情解决了 就找个时间去陆家看一看 文言 陆志宁连忙点头 谢谢苏关主 谢谢 要是没有苏关主 陆家怕是真要晚了 一想到赵家跟宁家 陆志宁就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天渊真可怕 齐玉科与宁建渊没有浪费时间 在苏锦离开后 他们就去办了离婚手续 然后 趁着老爷子昏迷进医院的时候 宁建渊动了祖谱 将宁月从祖谱中除名 又按照苏锦之前的提醒 将此事告知祖先 做完这些事 宁建渊与齐玉科两人才 安静地坐下来 打算好好谈一谈 玉科 我给你留了房产 还有不少的钱 话还没说完 就被齐玉科打断 不用了 宁建渊有些心痛 齐玉科说出的话 直截而又干脆 宁家的钱来得不干净 我不敢要 好不容易才能脱离宁家 他又怎能在这种时候 再拿宁家的钱 那岂不是又要跟宁家扯上关系 宁建渊心痛不已 可是你们母女两人总要生活 手里没有钱 以后怎么办 那是我们的事 跟你没有关系 齐玉科很理智 也很清醒 建渊 过去的事就过去吧 我们既然断了关系 那就断得干干净净 这也是为了女儿好 别怪他狠心 他只想女儿好好活下来 就算他对宁建渊还有感情 可是再多的感情 也比不过女儿的命 宁建渊叹息一声 最后没再说什么 好 都听你的 若是断得干干净净净 对他们母女更有利 那就这样吧 齐玉科没在宁家逗留 当天晚上 就带着女儿离开了宁家 离开的时候 只挑挑拣拣带了些齐玉科娘家人 送他们的衣服 那些用宁家的钱买的东西 齐玉科半点没带 齐玉科离开后 宁建渊去了医院 老爷子又一次进了医院 虽然已经醒来 但这次情况比上次严重得多 一看到宁建渊独自一人前来 老爷子浑浊的眼睛满是急切 玉科呢 他为什么没来 宁建渊沉默了一秒钟 回答道 离婚了 老爷子眼前一黑 恨不得一巴掌甩过去 你是不是也信苏锦的那些话 叹息了一声 爸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你为什么还要执迷不悟呢 他不理解 如果宁家真的大难临头 既然预科母女能活下去 为什么不给他们生的机会 反而 还要阻止他们离开 老爷子气得推开宁建渊 怒骂道 你走 你走 宁建渊无法跟老爷子沟通 只得无奈道 你冷静点 我先去外面 给你买点吃的 丢下这句话 宁建渊转身离开病房 宁老爷子懊恼而又难过 他为天渊做了那么多 天渊真的会放弃他吗 如果天渊真的放弃他 那宁家所有的报应 岂不都是因为 他当初的一念之差 宁老爷子无法接受真相 他只能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认知 似乎只有这样 才能让他心里好受一些 不是他害了宁家的子孙 是他为了宁家的繁荣昌盛 尽心尽力 又过了半个小时 老爷子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建渊说是去买点吃的 怎么到现在也没回来 他想了想 给宁建渊打了个电话 电话没有接通 老爷子心里的不安越发强烈 报应两个字 也开始渐渐吞噬他的大脑 老爷子不安地从病床上爬起来 然后让人去找宁建渊 十几分钟后 宁家的人神情悲痛地跑了回来 老爷子 三先生他 他出事了 撞上了一辆车 人当场就没了 老爷子眼前一黑 只觉得自己刹那间 仿佛跌入了无底深渊 耳边只剩下呼啸的风声 眼前的人嘴巴一张一合 他却什么也没听到 脑海里最后一个念头 是无尽的悔意 之后 四日 苏锦醒来之后 吃了个早餐 然后着手准备了一些工具 紧接着 陆志宁还有楚琳几人 就凑了过来 几个人在他跟前开始避避 师父 我跟你说啊 宁家出事了 苏锦神色淡定地恩了一声 你说 楚琳说道 昨天晚上 宁建渊出了车祸 人没了 那位宁老爷子 在医院里听了消息之后 大受打击 当场昏过去 直接就被送进了抢救室 陆志宁跟着附和 估摸着 宁家是要完了 唯一的宁建渊也没了 宁家只剩下一个 还在抢救室的老爷子 老爷子的身子骨 怕是也不太行 估计也活不了多久 这宁家的基业 最后还真就落了个 无人继承的下场 苏锦十分淡定地总结了一句 中什么阴 得什么骨 宁老爷子 为了宁家的基业 做了那么多坏事 最后落一个基业 无人继承的下场 可谓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什么也没得到 估摸着 宁家的财产 也不见得能保得住 之前现在人出了事 可不得被四分五裂 至于之后是什么情况 那就跟他们没关系了 这时 赵夫与赵夫人 还有赵和景三人走了过来 苏关主 您看挖坟的事情 苏锦直接道 我们现在就出发 好 赵夫高高兴兴地 跟在苏锦后面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去发财 陆志宁自然也跟着过去 凑了一下热闹 挖坟这种事 他还没见过 于是 他这一去 远景也跟了过去 美其名曰 见见世面 苏锦对待 VIP客户的要求 向来比较宽容 他没意见 赵家的人自然也没意见 不就是挖坟吗 想看就看吧 一行人开着车 去了赵家的墓地 赵家的墓地 从前也寻了大师看风水 据说这儿的风水比较好 是块宝地 能保佑后人 于是 赵家就修了的小林园 赵家的人都会葬在这里 苏锦下车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一堆墓碑 苏锦对这种场面 倒是不觉得害怕 但是有的人 就不是那么淡定了 陆志宁歪头看了看 你陆哥哥在车上守着你啊 方志涵摇摇头 一副大师做派 陆哥哥 你自己害怕别拉着我 我乃道士 这种场面 算不上什么 陆志宁 然后他就看着方志涵 淡定地下了车 方志涵最后还回过头 看了眼陆志宁 不知为何 陆志宁总觉得 那个小眼神 像是在鄙视他 陆志宁壮了壮胆子 也想跟过去 但是没办法 一眼望过去 全是赵家的墓碑 一排排 整整齐齐 踏出去的那只脚 最后还是收了回来 他选择继续耸 他又不是道士 耸就耸呗 反正又没什么影响 苏锦等人浩浩荡荡地 走进墓碑之中 不等赵傅开口 他一眼就找到了 有问题的坟 赵傅 这还真是 他家祖上的坟 苏关主一如既往地 慧眼如炬 楚琳在一旁 看了眼四周 然后诧异地看着赵傅 赵先生 挖坟这种事 你都不找几个人的吗 怎么除了他们几个人 都没有别的人 这咋哇 赵傅茫然了一瞬 苏关主说 不用找多余的人 于是 几人齐齐看向苏锦 苏锦在他们诧异的目光下 十分淡定地 从自己身上 拿出了两把大铁锹 他将其中一把 递给了楚琳 你哇 楚琳当时就猛了 哇 哇哇坟这种事 还得我动手吗 他结结巴巴地询问 苏锦郑重地点头 嗯 你是大徒弟 这种事 总不能让志涵动手吧 楚琳握着铁锹 对现在这个发展 有点难以理解 这种事是不能找别的人动手吗 苏锦想了一下 回他 差不多吧 祖坟这种事 不是谁都可以挖的 除了赵家的人 就只能我们这种悬门中人动手 如果别的普通人过来动手 容易引起运势堤 染煞气等各种问题 说完这话 苏锦抬头看向赵和锦 哦对 这里还有一个漏网之鱼 赵先生年纪大了 赵夫人没力气 但赵和锦年轻啊 苏锦眼神慈爱地 又拿出一个铁锹 递给赵和锦 赵和锦颤颤巍巍地接了铁锹 低声道 苏关主 我没什么经验 要是哪里做错了 别嫌弃 苏锦大方地摆手 没事 挖坟我也没经验 挖坟这种事 大家都是第一次 小细节什么的 就不必在意了 苏锦站在一旁提醒道 你们小心点就行 原本这种事 他也可以直接动手 但是他琢磨着 毕竟是赵家祖先的坟 万一他控制不住力道 一铁锹下去 把人家的坟挖坏了 那这事 就变得格外尴尬了 赵和锦拿着铁锹 跟在楚林后面 两人对视一眼 皆从对方的眼底 看到了茫然 哎 反正就他们两个劳动力 既然如此 那就直接动手吧 两人二话不说 扛着铁锹就开始动手 毕竟是第一次上手 挤铁锹下去 愣是找不到窍门 尤其是赵和锦 差点被铁锹砸到自己的脚 苏锦在一旁看得有些无奈 他一开视线 又看向大徒弟 很好 大徒弟也就比赵和锦好 那么一丢丢 照着这两人的速度 估计能挖到天黑 苏锦不禁想起了二徒弟的好 要是之鹤 在这儿就好了 这种事 之鹤一定能让他十分满意 楚林听到苏锦的嘀咕声 他也跟着附和了一句 师父 反正二师弟在清城也没什么事 不如打电话 让他也来京城 刚好凑个热闹 苏锦点点头 你说的有道理 有些事 楚林不合适做 刚好可以让方之鹤来动手 这么想着 苏锦走过去 从楚林手里拿过铁锹 去给你师弟打个电话 让他准备准备 没事就早点来京城 就说之鹤想他了 工具人方之鹤 不啊 他一点也不想念师兄 苏锦实在是看不下去 楚林跟赵和锦的进度 他拿着铁锹直接动手 动作又快又干脆 赵和锦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苏 苏关主好厉害啊 苏锦没搭理他 他还能更厉害 但他害怕把里面的棺材挖坏了 十分钟过后 苏锦停下动作 他后退一步将铁锹还给楚林 你继续 这时 楚林跟方之鹤也已经沟通完毕 待方之鹤将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毕 就会赶来京城 楚林先是汇报了一下情况 然后立马接了铁锹 信誓旦旦地说道 师父放心 接下来我可以 他懂 他师父是担忧他自己控制不住力道 毕竟师父轻轻松松就能扛俩人 挖坟这种事 对师父来说轻轻松松 但就是因为力气太大 容易误伤 经过苏锦的努力 楚林跟赵和锦两人又动手挖了十分钟 然后棺材的一角便显露着众人视线之中 这时 一阵阴风吹来 楚林忍不住色缩了一下 苏锦抬手便落在楚林的肩膀上 别担心 我在 苏锦示意几人后退 他直接甩出去一道符纸 紧接着就瞧见棺材上面的最后一层土 渐渐被吹开 楚林跟赵和锦的眼神比较好 距离也比较近 几乎是刹那间 赵和锦忍不住惊呼一声 他咽了咽口水 颤抖着手 指着棺材 只见那上面不知何时 多了一些不知名的图案 而那图案 只看一眼 便让人觉得浑身不舒服 赵夫上前扶住赵和锦 顺着看过去 下一秒 他连忙拦住身后的赵夫人 夫人 你别看了 晚上容易做噩梦 赵夫人犹豫了一瞬 见赵夫脸色很不好看 他点点头 默默地看向别处 赵夫安抚了一下赵和锦 便走到了苏锦身边 苏冠主 这是 苏锦目光冷淡地看着上面的图案 图案呈现烟红的颜色 分明是以鲜血汇成 而且 还是用不少恶人的鲜血混合而成 可谓是汇集了不少的力气 再加以阵法符咒符之 其心怎是恶毒二字能形容的 苏锦直言道 将这些东西解决了 就没事了 话落 赵夫四世还想在上前看一眼 苏锦拦住他 提醒道 别距离那么近 这上面用镜术弄出来的符咒 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普通人看一眼 就会觉得不舒服 你还是别走过去了 文言 赵夫点点头 后退了两步 怪不得这上面的图案一出来 他就觉得不舒服 袁锦倒是胆子大 多看了两眼 即便觉得不舒服 也不在意 这是学习的好机会 直到苏锦朝着他看过来的时候 他才后退几步 一开视线 不再盯着上面的图案看 苏锦拿出早已备好的镇鞋符 他双指一点 犹如带着镜风一般 他手中的符指 飞快地落在那些图案的正中间 在符指落下的那一瞬 由诸多怨气幻化而成 这些黑气就像烟雾一般生腾 隐约间还伴随着滋滋的细小声音 静谧的陵园内 细小的声音 所有人都听到了 赵夫人身子一颤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听着这声音 没来由地害怕 赵夫伸手揽住他 安抚道 别怕 有苏关主在 被忽略的赵和锦 其实 我也需要安抚 这里的小插曲 苏锦并未在意 他目光直勾勾地盯着那些黑气 很快 黑气就像是被灼烧了一般 他们开始不安分地四处乱窜 试图逃跑 苏锦唇角一勾 又扔出一道符指 将所有黑气 全部笼罩在符指的作用之下 淡淡的金光 化成一缕缕的细小光芒 就如同金丝线一般 他们从符指之上涌出 随后如同无孔不入一般 灭了所有的黑气 黑气不堪一击 金光很快就取得胜利 在金色的光芒下 所有黑气灰飞烟灭 彻底消失 苏锦满意地上前走了一步 棺材上面的图案 也开始渐渐消退 很快 上面的图案便彻底消失了 楚琳脸上顿时涌现笑意 师傅 这是解决了吗 苏锦摇头 还差一步 还有阵法没有解决 不过 阵法不是什么难事 这些东西对他来说 都很简单 轻轻松松就可以解决 丢下这句话 苏锦便在陵园里转了一圈 须于 苏锦择了一声 对方还挺有脑子 知道 把阵眼换一个地方 师徒两人同时想到了天渊 不过 这没见到人之前 苏锦还是提醒了一句 再没有见到